1976年,日本影星主演的犯罪动作电影《追捕》上映,凭借干片被中国观众所认识,在追捕中凭借其独特的表演风格,及刚毅坚韧的荧幕形象,给全亚洲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可以说是全亚洲偶像。 假如中国要翻拍这部电影,谁最适合演这个硬汉角色,说到硬汉,可能你脑子里会想到胡军,刘烨,姜文,段一红,张峰义,张涵宇这几个人的名字,高苍健演这部电影的时候45岁,所以39岁的刘烨和61岁的张峰义最先排除,49岁的胡军更多的是演电视剧,演电影它没有群众基础,票房堪忧。 54岁的姜文是这几个人里最大牌的,最有票房号召力的,但他年龄偏大,不适合演这么激烈的动作戏。 从年龄上来看,44岁的段一红最合适,但是吴宇森最终选择了53岁的张涵宇,来挑战亚洲偶像高苍健。 虽然张涵宇只比姜文小一岁,但是他身材保持得特别好,感觉和段一红差不多大。 最关键的是,张涵宇比段一红更卖错,由吴宇森指导。 张涵宇、福山雅之日本演员、七威、何志愿、韩国演员等领衔主演的电影追捕,已经上映一周,票房突破9000万亿。 虽然不如同期上映的《徐梦环游记》和早期上映的《正义联盟》,但是国产片里表现最好的张涵宇是钢男郎出身,曾在冯小刚导演的《没完没了》。 大腕,手机三部电影里可传,台词很少,气氛也少。 2004年上映的《天下无贼》,张涵宇出演了一个警察角色,总算混了个脸书,北京青梅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,知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。 2007年,张涵宇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,在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中担任男一号邓超、王宝强、李晨、胡军、廖凡都给他演配角。 集结号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大片的票房口碑双赢,逼近2.5亿,仅次于满城近代黄金甲创下的内地最高纪录,占据了内地票房史上的亚军位置。 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战狼21天的票房,但放在十年前就是千文数字,和集结号同期上映的电影是投名状,由陈可欣导演李连杰、刘德华、金城武、徐敬磊主演,堪称全明星阵容。 在内地的票房只有2亿,但是这部电影的投资就达到了2.2亿,赔得血本无归。 可以说张寒宇让李连杰、刘德华、金城武赶败下风了,张寒宇的片酬比不上他们三个人的任何一位,但是创造出来的价值却是几十倍的回报。 不过张寒宇也有失手的时候,那就是今年上映的电影《抢红》。 《抢红》是黎明导演的处女作,票房只有1619万,张寒宇和黎明是好朋友,肯定是有情出演,但这部电影的投资方肯定血本无归了。